国内年度羽球盛会 BWF世界羽联超级300系列台北公开赛如火如荼进行 昨天八强出炉后 即将进入最后高潮 今年台北赛特别赶伤 羽球一姐戴资颖 林洋配李洋即将退役 让球迷既心疼又不舍 在羽球三本著戴资颖 周天成 李洋 王麒麟奋斗下 台湾羽球风气从2017年台北市大运开始水涨船高 羽球协会指出 目前全国从事羽球运动人口已经高达300万 已经堪称全民运动 不过 小代 李洋先后宣布今年赛季结束后退役 让今年台北赛热度空前 预售票一开卖即被抢光 小代今年饱受伤势所苦 巴黎奥运也因惜伤 无法闯过小组赛 对于退休决定 他一直认为就算实力 身体还可以打 他也不会再继续 谈起伤势时 小代表示还是有些状况 这次是因为在家乡打球 才会让他决定带伤出战 特别对球迷热情应援感染 从巴黎奥运到台北赛 自己在比赛中掉分 球迷的加油声都不间断 李洋才刚在巴黎奥运 与王麒麟完成男双未免 但他还是选择急流勇退 从巴黎奥运结束后就已经没比赛 台北赛是以期间限定方式与王麒麟合拍 林洋配这次台北公开赛脚步止于八强 下次合体 要等到12月中国大陆杭州的BWF年中赛 李洋表示 在退役前还能带走奥运金牌 现在又能站在小巨蛋打球 在最后的选手时光能够灿烂 华丽转身 相当幸运